其实一直单身的男生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就是胆子小 期望大 就很多我接触常年单身的男生 大多数的他们的性格都是内向的 而且非常敏感 在女生面前就很难做到那种放松的状态 结果就是自己也别扭 然后人家女孩也别扭 他对所有美好爱情有没有向往 有很有向往 但只是向往而已 多数的生活就日常就宅着 很少和女生接触 然后虽然他自己对恋爱非常渴望 但是所谓的我要有尊严 男生我要有面子放不下 他就不会表现的过于明显 就总会表现出一副看破红尘的状态 你看看你身边 一般总是和你说 这女生没演员 感情这东西看缘分吧 单身不香吗 游戏不好玩吗 就是我说的这种状态 但是所谓他们的那些没演员的 没兴趣的 一般的女生看不上去演的 其实人家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但其实各位 这样的男生非常单纯 他会把感情当成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对一些所谓的搭讪啊 撩妹等等一些行为不感兴趣 觉得狠咯 他的理想模式的感情是什么 就是我某天遇到了命中的那个真命天女 然后我和他谈一场酣畅淋的恋爱 我们历经了爱情的苦 爱情的甜之后 我们最终修成正果 这是他们的感情模式 所有 但凡有这样心态的小兄弟 你要知道 咱们没有基础 谈不上上层建筑啊 感情是什么 精神上的刚需 但同时也需要生活中的行动啊 你要知道很多男生 他条件可能都比你好 又比你努力的创造各种能认识 能交往女生的渠道 只要他们的基础比你大 在交往和认识的过程当中 他们又有了历练 你用什么和人争呢 你告诉我 所以说你想要改变 要么就降低你的期望 找一些你就觉得一般的就行 或者说咱们野花和野草 找个和自己半斤八两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想放手一搏 你想争取想去追 就两点 修于内 惠于外 什么叫修于内 就是在于你自己的内在价值 惠于外说的是什么 在于你和女生交流的方式 最主要的是放开你的心态 先认识后交朋友 你就放开胆子去接触女生 不敢和女生说话 逼着自己说 一开始真的很别扭 但是你不呛几口水 怎么学会游泳 怎么在泳池当中畅游啊 就是 所以说你一次一次的失败 只是成功的垫脚石而已 所以单纯善良的男孩 我希望你的真心早晚被看见 也希望这样的真心 会被温柔以待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